百度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赵路斯 我来自四川成都 我出生于1998年 我家里有三只狗 我家里有一只猫 我家的狗的名字叫八万米豆来福 我猫的名字叫肉肉 我喜欢吃火锅 我喜欢吃串串 我喜欢旅游 我喜欢听歌 想要更加了解我吗 上百度百科查看我的词条吧 百度APP搜索 苗董本尊达 认识最真实的我 我真实身高 161 真实体重 78斤到83斤 现在像什么样 现在我就要学八十了 它是第一天的时候最小的小型的小型 78 那作为一个领域的名字会有 是什么生的朋友 会有 大家看到我感觉很胖的样子 那你平时看的时候 会有什么想念想的目击 纯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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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人不太支持 但要觉得你自己选择吧 直播的时候爸爸看起来特别年轻 爸爸平时很注意健康管理吗 没有 爸爸不太注意健康管理 所以他突顶了 突顶了 逛街 玩狗 猫 然后也爱看你主持做一些运动 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最喜欢的运动 躺着 嗯 呵呵 小只在成都跟爸妈妈一起生活 只有肉肉带在身边 八万就是傻憨憨 就是什么都不怕 来福就是 筋的不行 然后像这小鹿一样到处跳到处蹦 然后运动就是比较沉着 就看谁对他好他就对谁好 喜欢 知道你的粉丝对你的爱情是什么 赵姐 那粉丝胖时间可自己胖时间选择给谁胖 上次我都让他们胖了时间了 粉丝吧 我的粉丝们都是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对 胖时间就没关系哦 一人翻译金啊 选择自己吧 不至于吧 那你对于红衣造型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就还好 就很凉快 那你自己的私服中哪种颜色的衣服相对比较偏多 白色 白色紫色 它是一个穿越过去的一个编剧 但是它穿越到自己的写的剧本里 而且很不幸穿越到了一个炮灰的身上 所以就看它如何逆行 还带走了男主 那如果来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成绩性的话 如果使用三个形容 机智勇敢勇吻 你自己个人最喜欢陈千千的特点是什么 善良 你一场当中最深刻的孩子是男主 把它洗干净送到我府上 怎么样长得挺标致 把它洗干净今晚送到我府上 为什么呢 你包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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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千千刷了一点 看看剧情 因为去年拍的鞋子能有吗 你吗 如果一到十分 给自己的表现打分的话 你会打几分 在成绩前当中 六分吧 你认为自己在表演上有哪些优势和哪些律势 开词不太好 然后优势可能就是 因为没有学过技巧 所以更多可能是在感受吧 出道至今 对哪个角色印象是最深刻的 洛飞飞吧 驴哥跑起来好吧 谢谢你啊 跑起来啊驴哥 他 啊 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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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能斯特意 因为 确实是二次创作 日本以外的创作 我还是只回你三个 东北话 台湾腔 四川话 让你一样自称化东北话和上海话 来演绎下大岛总裁的经典语录 这句话是该死的 我居然对这个女人动心了 我居然对这个女的动心了 该死了 我居然对这个女的动心了 又死了 我居然对这个女的动心 动心 了 为什么会具备如此高的眼天赋呢 我身边的朋友 我胡思海的比较多 那你作为一个成都妹子 你觉得说成都话的精髓是什么 表情要夸张 好烦 身边出现一个地域的朋友 你会最希望说是哪个地域的朋友 然后学习他们的吗 嘿 你要更加了解我吗 上百度百科查看我的词条吧 百度APP搜索 秒懂本尊达 认识最真实的我